歡迎鄉親收看11月3號的新中華新聞 我是您好 你好 新聞一開始 我們先來關心到一年一度 上市的中華館中秀學生跟他的體育家連發揮 今天在中華館的體育中央中央 有來自專館87間學校24005人報名參加比賽 這次比賽中以典型團隊合作將行為目標 不用學生何相合作這會講出最好的相見 讓這個活動變了更加有意義 客家鄉南酒還有少少朋友想來一段精采的泰國表演 一般的運動比賽對球是個人最好的相見 但是在今天頂頂的中華館體育家連發揮 是團隊相見的目標 為20人21卡團隊比賽一直到團隊跳什麼頂頂的比賽 競爭都是要透過練習來培養團隊精神跟民主文化的團成 中華館中王輝比表示 團隊合作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概念 體育家連發揮是對球團隊合作的表現 所以館父這次也提供200萬作為優先學校的比賽中間 基本上透過比賽就像冠來運動的風氣 為了鼓勵我們孩子們有運動的習慣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來舉辦我們的這種體育加年華 最主要是以快樂的方式來帶動孩子們的這個運動習慣 包括他有這個踢箭子 有我們的這個跳繩比賽 還有拔河比賽 以及呢這個團體的這個競賽 還有我們的九宮格的質地等等有六項比賽 那這一次我們就總共拿出了200萬的一個這個獎金 來鼓勵孩子們 那總共有87所學生來參加 將近有2500個運動選手跟工作人員共襄盛舉 那在這邊還是期許我們 孩子們一定要多運動保持好 很好的一個這個體能狀況 才能夠有更好的一個學習力 那在這邊特別謝謝校長老師教練們 平時對孩子們的一個訓練 那甚至我們現在在學校也推 跑一場運動會 跑一個運動場給一塊錢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在在就是希望讓孩子遠離山溪 讓孩子們不要繼續肥胖下去 那我相信今天的節目本來就很精彩 那有孩子們的一個熱情參與一定會有很好的成績 那我們明年呢也即將要來承辦我們的這個接力賽 那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磨練 讓我們明年也更有好的一個成效出來 提供家庭發揮 不僅讓孩子能夠愛上運動 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 這次也能在祖祖祖祖的華東 也要為生求生理健康 夠有處環島幹部處老闆的專案 提供華東的政策 也豐富華東的領地 讓華東變得更有意義 新俊華新聞 北北林俊華 彩虹伯德 謝謝現在